废物忍者当起了私家侦探 假扮厨师为了获取情报 无料把雇主的衣服做成了铁板烧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喜剧片 比伏利武士 这天万里无云 一个箱子被海水冲上了岸 忍者大师带着他的徒弟们在海边修炼 他注意到了这个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有个婴儿 日本忍者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在未来会有一个孩子从海里出现 他就是比伏利武士 并且会成为忍者界的领导者 大师觉得自己捡到了宝贝 把他带了回去尽心培养 并且给他取名大牛 二十年过去了 他空有理想 却学艺不精 甚至连一个最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 干啥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 更别提那些超高难度的灵魂出窍 交流座谈会了 师兄们经常被他的蠢笨动作误伤 大师曾经以为他是个王者 没想到就是快废铁 到了毕业那天 所有人都要在自己的手上 烙上忍者的印记 每个人都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仪式 只有他因为怕烫 没有成功地烙上印记 因此成了这个班里的掩蔽声 小美的出现使他再次证明了 他就是个天生的废物 这天小美来到仁者馆 想找一个武士 帮他调查自己的老公小王 大牛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给小美表演了一首 这简直堪比二哈斯家现场 令人意外的是 小美竟然相信了他 大牛白天穿着夜行衣跟踪 虽然笨手笨脚的 但是还是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他知道了小王是个做假抄的 他还替小王背了一个杀人的锅 他逃回了武士馆 要去美国调查这个案子 知府知道他水平不行 但还是给他一些钱当作路费 还让大师兄暗中保护他 来到美国 他穿得像个简活烂的 酒店的工作人员都不愿意招待他 直到他拿出金币 服务生才让他住进去 这一天他来到小王的别墅里调查 不料刚进去 就被里面的看门狗赶了出来 站在房顶的师兄把狗吊了起来 才避免大牛被狗咬的惨案 大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猪队友啊 他想要翻墙去找小美 没想到把钩子挂在了大师兄的腿上 大师兄被他从房顶上勾了下来 随后大师兄带着他找到了小美 小美说今晚小王在酒店有一个非法交易 大牛伪装成厨师潜伏在酒店里 他帮顾客做铁板烧的时候 不小心把顾客的围巾扯了下来 做了一份铁板围巾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他在偷听小王谈判的时候 被小王的手下注意到了 小王命令手下干掉他 大牛拿起两条咸鱼就是干 带着小美逃了出去 大牛回去之后与师傅进行了一段灵魂的交流 师傅告诉他不要放弃 还把代表勇士的勋章交给他 大牛熏香沐浴 带着荣耀的勋章开始调查小王 大师兄带着他来到小王的老窝 小美被老王困在密室里 大牛开着一辆叉车就冲了进去 无料里面藏着定时炸弹 与此同时大师兄还在和小王的人搏斗 大牛赶快赶过来帮忙 他像是开了挂一样干掉了这些人 小王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跑走 大牛又拿起一旁的鱼叉发射了过去 这个鱼叉正好命中了密室里的炸弹 鱼叉带着炸弹跑到了小王的车里 但是小王没有受伤 并且被警察抓了起来 小美被大牛的聪明才智感动了 于是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喵妹 把电影当故事